大家好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宮古島 宮古島 是一個蠻愛磚土的物種 然後我昨天在整理這一盒的時候 我大概 只有找到兩隻 然後我想說不會全部都死光了吧 可是都沒有看到屍體所以我覺得應該 應該是都躲在土裡 那 現在來看看 可以找到幾隻 看一下 今天比較多隻 123 4 6 太好了 上面有一隻 可以跑得很快 之前知道宮古島 是從邊帶出的那個 扭蛋裡面 知道它的 那個橘色的側圓真的蠻可愛的 不過在樹皮下面 沒辦法很清楚的看到 而且這隻顏色比較 沒有這麼的明顯 屁股紅紅的 看看其他隻 看看其他隻 全部都不見 在圖裡面 這是還在的上面 還在 先讓他 到缸子裡好了 哎 它的蓄蓄也是橘色的 超可愛 非常的好動 有夠難拍的 這大小應該算是 中型 偏小的 體型 然後他們真的超愛在土裡面 基本上都不太會出來 來 這隻側裙 橘色就比較明顯 目前好 我是從 9月 開始養 目前都還沒有看到 升第2代 希望他們 加把勁 趕快可以生 升第2代來 然後他們的 土也是 偏濕的 喜歡偏濕的土 那 食性的部分應該算是 雜濕 所以 動物性蛋白或者是 植物性蛋白質他們都會吃 前陣子 前陣子有買了一些墨絲 所以給他們試試看 我是不確定他們 對墨絲有沒有興趣 然後一樣 那個 對於會磚圖的 屬付我現在就是會把 墨魚骨粉混在土裡面 然後他們在裡面 想吃的話也可以吃得到 不一定要爬到土表來 啃墨魚骨 這邊這幾隻看起來比較蠻清楚的 有可愛的極色CC然後 也有極色的裙袋 哇兩次遇到了 今天難得可以看到那麼多隻在上面 我昨天真的只有看到兩隻 還想說 完了這樣我怎麼拍片 還好還好今天很給面子 那 菌塊的部分好像 看不太出來 有吃 不過還是就放著吧 這個是我 第一次佈置的時候就放進去了 目前為止好像 沒有什麼 變動 可能沒有很喜歡 那墨絲的部分就在觀察看看 有小隻的 對 所以他沒有生 太棒了 超可愛的 然後那兩隻虛虛從土裡探出來好可愛 有時候放點墨絲在 鋼紙裡面點綴真的是還蠻好看的 有一點綠色 不要全部都是土啊 泥啊 爛葉子 今天真的收穫婆豐 今天真的收穫婆豐 知道他們有生小baby了 只是應該全部都躲起來 超難找 這個鬚鬚好可愛喔 Hello 不知道裡面有藏了多少隻 那我就 不翻了 怕 弄傷他們 好 再把 木片放回來 樹皮放回來 哇 還好剛剛有一些緩衝 而且他們都喜歡躲在土裡面 這個就是 常常喜歡躲在土裡的宮古島 謝謝大家